针对有关教育经费应该所赚的一个比例 也已经有两次的修正 而且本委员会教育文化委员会在最近 又修正提高它的一个百分比 虽然还没有三赌通过 不过已经送到这个院来协商 所以我们对于原住民族教育的经费 我们是做这样的一个修正的一个调整 因为教育程度依旧是影响原住民就业和收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这个是监察院在101年9月16日的一个调查报告 严汉平均移民落差很大的原因 并非外界以为的细久 关键在失业 而在监察院101年8月16日的调查报告 也特别提到 教育程度依旧是影响原住民就业和收入的关键 所以相关的教育程度依旧是影响原住民在100年的时候 也特别提到他的希望的一个政策 他的政策是原住民从协钱教育到研究所应该要能够免协费 他提出这样的一个政策 从马总统第二任到现在也相当的时间了 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有一个基本的推动 譬如说我们所讲的这个协钱交易 现在是五岁全国一致性是免协费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把四岁三岁甚至到两岁都能够逐步的来调降这个年龄来免协费 但是教育部以及行政院跟江院长质询 或是跟之前的陈冲院长质询的时候 都一直强调因为经费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会强调说 是不是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九条能够予以修正 这个是我们特别提出这样的一个修正的条文 对于另外一个提案 幼儿教育就是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条的一个修正 这是为了因应幼儿教育局照顾法 已经在一百年开始幼托整合 幼托整合之后 原来的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条 仍然是写这个幼稚园 所以我们认为说应该也要配合修正 改为幼儿园 所以这边也特别把这个修正的条文提出来 希望今天这个委员会能够予以审查 谢谢